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三名常委拒绝递交资料 8日被国安处警方抓捕 传出隔天9日常委徐光汉也在大雨山美国码头被抓捕 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劳勒推文表示 支联会被控外国代理人的消息令人困扰不安 英国外向8日谴责中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文 呼吁香港当局必须停止持续威胁公民社会和不同政见人士 他批评拘捕行动出于政治动机 使当权者公然滥用法律 周星彤等人持续被扣留 众新闻8号报道 传出国安处得到法院搜查令 可搜索周星彤所属的大律师事务所 立场新闻9号报道 周星彤亲友指出 该搜查令的范围宽阔 周星彤对此感到不解 尤其律师楼涉及隐私 美国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8号听证会 前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 戴大为正此表示 国安法实际架龄了基本法 代表一种对香港自治 法治 基本自由的包罗万有的威胁 很难再找到一个这样完整计划 去消灭一个公开社会 禁止香港文明的自由辩论 他说国安法是对香港言论自由 及政治反抗的正面打击 代表香港民主法治声音的领袖 都被拘捕或被逼流亡 香港人和香港在海外的朋友 都触目惊心 这种镇压遍及街头抗争者 传媒学术艺术反对派从政者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东旭报道